各位同学 接下来咱们继续学习消费税的第四节的内容 关于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那消费税我们前面讲到 征收方法 计税方法是不是多样性 有从价定律的 有从量定额的 还有什么 是不是符合计税的 那我们先来看简单的 第一个是从量定额的 那从量定额的 我们只包含 是不是所谓的三种 啤酒黄酒以及是不是成品用 那既然是从量定额 那就是按照数量来计算 如果你是销售的 那就是销售数量 如果是资产自用的 就是移送使用的数量 委托加工的是收回的 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那进口是海关核定的 应税消费品的进口 增税数量 所以在这个数量当中 如果考这一个什么 单选多选题 我觉得你要注意什么 特别注意这个委托加工 这个问题 因为委托加工 他要求是收回的 应税消费品的数量 而不是说对方生产的 直指里收回的这个数量 同样的 这个进口的一定要加几个字 进口的是海关核定的 应税消费品的进口增税数量 这是重量是定额的 只有这三个 啤酒黄酒是成品 那第二个呢 是从价定律的 那从价定律的 这个计税依据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你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一般情况下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销售 是指销售应税消费品 从购买方收取的 是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 注意既包含价款 也包含价位费用 但是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 增值税的这个消费需要 所以我们就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一般的情形上 我一再强调是一般的情形下 那计算消费税的这个销售 与计算增值税的销售是一致的 都是既包含价款 也包含实费价位费用 那第二个 与增值税计算类似 要注意含税不含税的换算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的 含税不含税的换算 是指增值税含税 与不含税的这个换算 那你应税消费品的销售 等于含增值税的销售 除以一加增值税的税率 或者是增收率 不存在说除以什么 一加消费税税率的问题 一定是指增值税含税 与不含税的换算 第二个问题要注意一下了 关于这个价外费用 那价外费用的规定呢 跟我们增值税的规定 基本是一致的 基本一致 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这一个白酒生产企业 白酒生产企业向销售企业收取的 这个品牌使用费 它也是作为价外费用 是需要缴纳这个消费税的 所以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价外收取的 比如基金 集资款 返还利润 补贴 违约金 什么延期付款利息 手续费 包装费 储备费 优质费 运输装卸费 代收款项 代电款项 以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收费 你看这个跟我们增值税的规定 是不是一样的吗 同时比如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不是代电运费 满足两个条件的代电运费 然后第二个那是关于代微收取的政府性基金 或者是行政信息收费 那代电运输费用呢 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发票的问题 这个发票的问题 发票是要求是这个运输企业开的抬头 应该开给谁 是不是应该开给这一个购买方 然后第二个 你要将发票是不是转交给这个购买方 那这种情况满足两个条件 才叫代电运费 再比如我们这里三个条件的 政府性基金或者是行政 事业信息收费 第一个呢 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是我们国家规定的 这种正式的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信息收费 然后第二个 你收的钱 你要干嘛 是要交给是不是财政的 然后第三个呢 你还要开什么 开的是财政票讯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价外费用的问题 那第三一个 在考试当中经常出题的 就是关于这个包装物的问题 包括包装物的销售收入 以及押金收入的问题 第一个 如果应税消费品连同包装物销售的 我们的要求是 无论包装物是否单独计价 也不论在财务上如何核算 均应并入到应税消费品的销售当中 征收消费税 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 这也是一个反避税的 是这样一个条款 你比如你卖香水 香水是化妆品 那你说 我这个香水多少钱 我这个瓶子是不是多少钱 但是我不管你 我不管你是这一个单独核算的 还是说是放在一起核算的 也不管你定价是分开定的 还是放在一起定的 那都要征收支入消费税 为什么 反避税一下 因为你如果单独只看那个瓶子 它肯定不属于是个征税范围 但是你把那个瓶子用来装了香水 那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应税消费品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 第二个 注意这个押金的问题 这押金的问题呢 对于一般的这个应税消费品 我们要求这个押金在收取的时候 是不需要并入到销售当中征税 不管是增值税也好 消费税也好 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做的账务处理是借发 是不是银行存款 贷发是不是其他人付款 以后还回去的时候呢 你就要做一个借其他人付款 是贷银行存款 但是 逾期没有收回的包装物 不再退还 或者是已收取超过12个月的押金 运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 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 来征收这个消费税 同样的我们注意的问题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逾期没有收回 然后第二种情况 是收取超过12个月的这个押金 或者是说是二者哪一个时间数早 对吧 比如前面讲增值税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问题 如果我本身规定的这个押金的时间 比如是六个月 那你六个月到了以后 你没有把这个东西还给我 我没有把押金给你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叫逾期了 那逾期你是需要缴纳 是不是消费税的 对不对 那第二个 那如果说我本身规定的时间 押金的时间是多久 18个月 18个月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超过了12个月的时候 虽然没有逾期 但是呢 仍然是需要缴纳消费税的 所以是二者是不是数早 然后第二块 关于这个酒类产品 酒类产品不包括啤酒黄酒啊 那不包括啤酒黄酒 不就是还是两个吗 第一个是不是就白酒吗 第二个是不是就其他酒吗 这对于白酒或者是其他酒 无论押金是否返还 及会计上若核算 均应并入酒类产品销售当中 来征收这个消费税 这是对白酒其他酒的特殊规定 那有人说那啤酒黄酒呢 啤酒黄酒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啤酒黄酒 他消费税本身是不是重量定额的 跟他收了多少押金 这个金额他没关系啊 然后第三种情况是 既作价销售 又另外收取押金的 那你作价销售那一部分 作价销售那一部分 你肯定是已经缴纳了 是不是消费税 那另外收取的押金 那仍然适用于我们前面的规则上 在规定期限内没有退还的 并入到应税消费品的销售 按照消费品的适用税率 来征收消费税 这是关于这个押金的问题 那押金的问题呢 在考试当中特别喜欢考 而且特别是喜欢把它跟增值税 连在一块来考 所以欧老师给他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就是我们如果是一般的货物 我这里讲的一般的货物是什么 就是非应税是不是消费品 就不属于我们这里的这15项应税消费品 比如刚才举例子 欧老师戴的这个手表 再比如这个收鞋笔 再比如这个摇口器 再比如欧老师身上的这个衣服 就属于什么一般的货物 非应税消费品 非应税消费品呢 因为在收取的时候 它既不存在缴纳增值税的问题 消费税本身是就没有嘛 它在什么时候要缴纳增值税呢 就是在逾期的时候 就是一般的货物 也就是说一般的货物 是不是只有增值税的问题 没有消费税的问题 那押金在什么时候缴纳增值税呢 那就是逾期 或者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收取超过12个月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一般的应税消费品 应税消费品 因为它既存在增值税的问题 也存在是不是消费税的问题 那它在什么时候缴纳增值税 缴纳消费税 那都是在逾期的时候 或者是超过12个月 那第三是酒类产品 酒类产品呢 咱们把它分成白酒和其他酒 白酒其他酒 以及啤酒黄酒 那白酒其他酒呢 它要求是在收取的时候 既要缴纳增值税 又要缴纳消费税 这就是它特殊的地方 而啤酒黄酒 在收取的这个环节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也不需要缴纳消费税 在逾期的时候 你要把它并入到 增值税的销售当中 一起来计算缴纳增值税 所以大家注意 一共是这样四种情况 四种情况 再说一遍 常规的这种货物 它要求押金是在逾期的时候 缴纳增值税 那一般的饮水消费品呢 是在逾期的时候 既缴纳增值税 又缴纳 是不是消费税 而白酒其他酒 是在收取的时候 既缴纳增值税 又缴纳消费税 那啤酒黄酒呢 那就在逾期这个环节 只需要缴纳增值税 因为消费税 它是重量定额的 因为啤酒黄酒 它的消费税重量定额的 所以啤酒包装物的押金 不包括 用重复使用的塑料 这种押金 在收取的时候 要把它计算进入销售额 注意哦 是收取的时候 计算进入销售额 它只是用来 是区分这个钾类以类 来确定你的消费税率 到底是250还是220的问题 但是它不存在说 并入到金额里面 一起来缴纳消费税 这个点呢 也是我们参考的 比如这样的一个计算题 某一个白酒生产企业 2022年6月销售了 一斤的瓶装白酒 是一万斤 为什么要强调一斤装的 因为我们白酒是不是有定额税率 而定额税率 它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0.5元每一斤 每一瓶的不含税价呢 是200元 另外 共收取白酒包装物的押金 是22.6 记录到其他应付款 同时之前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是1.3万 于2022年6月 逾期 企业将其转入 营业外收入账户 以至白酒的这个比例税率 是20% 然后定额税率呢 是0.5元每一斤 结果你应该缴纳多少 这个消费税 那白酒特殊性在哪里啊 是收取的时候 就要把押金 并入到销所 既算是不是增值税 又算是不是消费税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 增值税的销项税要是多少 是用 1万乘以200 乘以13% 乘以13% 然后再加上多少呢 加上我们这一个 22万6千 除以1加13% 乘以13% 等于28万6千 那为什么这里 第一 为什么要把这个22万6千加进去啊 我们加的是收取的这个押金 而不是逾期的这个押金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要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前面讲增值税的时候 也给大家强调过 一般在考试当中 他在价格 他会告诉你是含税还是不含税的 那这个时候你就直接按照要求算就可以了 而价外费用 是不是通常都是含税价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押金同样是不是也是属于含税价来的 你一共就收了22.6千 你没有额外的是不是 在找对方 是不是收这个增值税上 所以你需要注意啊 第一 是按照收取的这个金额 然后第二 要把它由含税价换算成这个不含税价 这是我们增值税的肖像 那消费税呢 6月应当缴纳的消费税 是用1万乘以200 加上22万6除以1加13% 对吧 要把押金收取的押金并进去 同时将它由含税价还原成这个不含税价 然后再乘以这一个20% 再乘以20% 然后再加上什么 要加上定额的这一部分 也就是1万瓶 每一瓶的五毛钱 1万是不是乘以0.5 那就应该等于这个44万5千 这是我们这一个题目啊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包装白酒的包装押金 是在收取这个环节 缴纳政治税消费税 逾期的时候就不用再缴纳了 那比如说 咱们把这个题换成非白酒 就是我们一般的应税消费品 那如果是一般的这个应税消费品 那你应该怎么算 不管算增值税的销售也好 还是算消费税的这个销售也好 那就应该是加的是哪一个 加的是这一个11.3万 而不应该加22.6万 明白了吧 因为白酒其他酒 它比较特殊啊 关于押金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这样的一个题 我们把刚才的这一个题呢 改成什么 把白酒改成这个化妆品 某化妆品生产企业 2022年6月销售高档化妆品 取得不含币收入200万 同样另外收取包装押金 23.6 记住其他安分款 然后之前的包装押金 11.3万 已经于2022年6月逾期 企业将其转入到 营业外收入账户 以至高档化妆品的消费税税率 是这一个百分之五 就问我们在6月的时候 增值税的销项是多少 消费税是多少 那我们就需要加的是哪一个数字 加的是11.3万 同样的 要把它由含税价换算成不含税价 所以我们6月增值税的这个销项 是用200乘以13% 加上11.3万 除以1加13乘以13 等于27.3 那消费税呢 同样用200加上11.3 除以1加13 那括号乘以15%等于31.5啊 为什么要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来给大家讲啊 就是为了给你说清楚 压金的问题 白酒的这个压金跟其他不一样 其他是逾期的时候才缴纳政治税消费税 而白酒呢是收取的时候 直接就缴纳政治税消费税 而第四个问题 关于这个啤酒的问题啊 就涉及到刚才讲的啤酒的 呃 问题 啤酒生产企业销售的啤酒 不得已向其关联企业的啤酒销售公司销售的价格 作为确定消费税数额的标准 而应当以其关联企业的啤酒销售公司 对外的这个销售价格 含包装物以及包装物押金 作为确定消费税税的标准 并以此确定该啤酒消费税的这个单位税额 啥意思呢 因为我们会担心你通过这种方法来避税 你比如说 我一个啤酒厂 我本身如果直接卖给第三方 我要卖是不是4000元一吨的 但是我啤酒生产商 我搞一个关联企业 我先卖个关联企业再卖出去 我就把这个利润 是不是转移到 是不是关联的企业里面去了 由于我们消费税通常实在是单一环节 是不是征充 那通过这种方法 是不是降低咱们的这个税负 所以为了控制这个问题 对啤酒我们就有规定了 就是假定你这个啤酒厂 卖给关联的销售公司是2500 然后呢 这个再卖出去呢 比如卖的是这一个4000块钱一吨 好 那我们就不以这个2500为标准的判断 而是以这个4000元为标准来进判断 因为你用2500的判断 属于乙类啤酒 220对吧 但实际上应该是用4000来判断 用4000来判断 你的出场价就大于了多少 大于了这一个3000 大于3000 那属于甲类啤酒 甲类啤酒呢 就是250只有一吨 这是他的要求啊 然后第二个我们对于这一个啤酒的问题 还要注意就是关于这个押金的问题啊 所以注意两个提示 第一个提示 刚才的这个方法 只是用来确定单位税额到底是250还是220 第二个提示 那我们在算的时候 要把押金包含进去 啤酒的押金在判断使用税额的时候要包含 但是这个啤酒包装物的押金 又不包括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的押金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三个问题 关于这一个啤酒的问题啊 第一个要以对外的销售价格 是不是来判断 第二个 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要把它加进去 但加进去仅仅只是用来确定 是单位税好啊 然后第三一个是什么呢 第三一个 这里押金加进去 又还要剔除掉一个东西 就是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线押金 你看人生总是处处都有转折 那具体来讲呢 比如这样一个例子 某啤酒厂是一般纳索人 2022年6月销售A型啤酒是30吨 开具增值水专用发票 注明金额呢 是8万7 收取不锈钢筒的押金是6000元 然后销售B型啤酒呢 20吨 同样开具增值水专用发票 注明金额呢 是5万6 然后收取可重复使用的塑料周转箱的押金 是这个股钱 实际上就是要求你要去判断 它到底是假类还是这个乙类 对吧 而判断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个押金的问题 首先 2022年6月 我们来算一个它的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那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就很简单 对吧 直接是这个8万7 加上这个5万6 然后乘以13%是不是就完了 注意哦 你这个时候算增值税的时候就没有什么 没有这一个考虑这个所谓的押金的问题 因为这个押金 它并入到增值税销锁里面交增值税 在什么时候 是不是要等到这个预期的时候 只有那一个所谓的这个白酒 其他酒 就是白酒加其他酒 才是在收取这个环节就并进去 其他的都是什么 都是你到最后预期的时候 在并进去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我们来算一算消费税 消费税呢 A型啤酒的每一吨的售价 我们要用8万7 加上6000除以1点以上 第一个要加上这个6000 因为它的压境是不锈钢的 是不锈钢筒的 因为排除的只排除什么 是不是塑料的 是不是周转箱的 所以要把6000加进去 而且第二 你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一再说 什么价外费用 什么压金之类的 通常都是含税价 所以要把它除以 是不是1.13 然后来除以30 除以30算出来 是3076.99元 那这个数字就大于了3000 大于3000 你适用的税率 就是250一吨 那B型啤酒 每一吨的售价 直接用56除以20 等于2800 那这个地方 仅仅只是用56来算的 就没有什么 没有包含这个压金 因为这个压金是什么 是收取和重复使用的 塑料初转线压金 是这个5000 那我们用56除以20 等于2800 这2800 这个是小于这一个3000的 适用的税率是220万一吨 但是你记住 这个时候把它并进来 并到销售里面算 仅仅只是为了确定 我的单位税额 所以单位应当缴赖的消费税 你要用30 是不是乘以 这个250 然后加上20乘以220 等于11900 这就是我们讲的 啤酒的压金的问题 比如在20年的时候 就考了这样一个题目 跟欧老师刚才举这个例子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欧老师举例 还讲的更详细一些 某一个啤酒厂 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2020年6月销售啤酒20吨 取得不含税销售是57400 另收取包重压金3500 含共重复使用的塑料 这种人的压金500 是不是人身处处是转折 并单独合算 该厂当月应当缴了个消费税是多少 也就是说你需要用57,400为基础 要把压金是不是加上去 要加上是3500 但是还要减掉一个什么 减掉一个500 用它来除以1加13% 然后再来除以什么20吨 来判断它是这一个甲类 还是这个乙类 那我们算出来这个数字呢 是3002.74大于这个3000 大于3000 所以它处于甲类 是甲类的话 那你就用250 用20吨乘以250 那一共是缴纳5000块钱 对应的答案呢 就应该选择这一个B 这一个答案 所以再一次总结三点 第一 是在收取的时候要并进去 收取的时候并进去 仅仅只是干嘛 仅仅只是为了去计算 确定单位税额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要把压金是不是加进去 而且压金你要注意 要由这一个含税价换算成 不含税价 然后第三 你还要注意一个什么问题 你还要注意 又不包括重复使用的 塑料周转箱的这个压金 这是我们洗酒的包装物 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种技术预据 就是从价定力 以及从量定额 符合技增的 符合技增的 我们目前就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不是卷盐 然后第二个是白酒 而且卷盐呢 是在生产加批发环节 白酒呢 就仅仅只是生产环节 那既然是符合技税的 你的硬纳数额 就等于销售额乘以比例税率 然后加上销售数量 是不是乘以这一个单位税额 第四一个问题 关于我们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那这里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其实就是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卷盐 最主要啊 第一个是卷盐 第二个是白酒 为什么要讲这两个东西啊 因为这两项有一个 最低计税价格核定的问题 啊 啥意思呢 就是这两种产品 它比较特殊 就是我要给你确定 它的计税价格 如果你卖出去 是卖的低了 那我们就按照最低计税价格 如果你卖出去 比我核定的价格高 那就是按照实际的价格上 所以首先第一个 关于卷盐最低计税价格的核定 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核定的范围 核定的范围呢 是卷盐生产企业 在生产环节销售的啊 所以是针对这个生产环节的 在生产环节销售的 所有牌号规格的卷盐 一定针对的是生产企业 在生产环节销售的 而且是所有牌号规格的卷盐 那由谁来核定呢 我们卷盐的最低计税价格 就是由咱们 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来进行核定的 那核定的时候呢 他的要求是 卷盐批发价销售价格 扣除掉卷盐批发环节的 批发毛利 那具体的公式是 等于批发环节的销售价格 乘以一减适用的批发毛利率 就是你批发价 然后把批发环节的毛利 是把它给扣除掉 而批发环节的 这一个销售价格 又怎么来算呢 就是该牌号规格卷盐 每一个采集点的这个销售 然后除以该牌号规格卷盐 各采集点的这个销售数量 那这个咱们一般的人用不上 这一个销售价格去采集 去核定这个最低计算价格 因为是由国税总局来干的这个活 所以你如果哪一天用到了这个公司 那就是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悲催的正在是参加考试 第二种情况 你在国家税务总局去上班的 那你可能就能用上这个公司 那继续依据呢 具体的继续依据 我们强调的是二者输高 就是如果说 你的实际的价格 比核定的继续价格 如果要低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核定的价格 刚才说了 这个核定的价格 就是某牌号规格检验的继续价格 等于批发环节的销售价格 乘以一减批发的这个毛利率 当然如果说你实际的销售价格 比最低的这个继续价格 我们核定的最低继续价格要高的话 那我缴纳消费税的时候 就按照的是什么 实际销售价格 这是第一个卷焰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于白酒最低继续价格的核定 那他的这个政策依据呢 主要是主要是来自于国税行 2009的380号 然后这个国税行2009的380号文呢 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 所以我只是提出这个政策依据 大家不要去看这个文件啊 因为你看这个文件 他跟我们教材上讲的有一点不一样 反而把你的脑袋是不是给搞混乱了 那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为什么存在一个核定的问题 所有的这种核定最低继续价格 都是为了反避税的啊 反避税的啊 由于我们主要的这个应税消费品啊 都是单一环节是不是增收 比如我这个白酒生产企业 我直接卖给消费者 能够卖1000块钱 一瓶是1000的 那如果我直接卖的话 那我的这一个税率啊 是不是就我的税负就很高 因为我的计税基数 是不是直接用1000是不是来算的 于是呢 我们就要想一个办法 这是我自己来建一个 是不是经销商 或者说建一个销售公司 都是我们一家的 我先把它卖给销售单位 销售单位再卖给消费者 比如说我卖给销售单位200 然后白酒销售单位再卖出去1000 那这样的话中间利润800 是不是都跑到销售单位来了 由于我们只针对第一个环节征收 所以如果说不核定的话 那大家就会把第一个环节的价格 是不是压得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们说允许你通过这种方法 来降低你的税负 但是你降低是要有限制的 有限制的 所以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 生产应税消费品的这种企业 通常情况下 都有一个关联企业 是来做销售公司 这个就是为了控制我的消费税 适当的降低我的消费税的计税 但是你不能够是太过分 所以比如像白酒 他就给你核定了最低的计税价格的 那怎么核定呢 核定范围 核定范围呢 它是包括两种 第一个是自己生产的 白酒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 消费税计税价格为销售单位 对外销售价格的70% 是位以下的 然后从2015年6月1号开始 那委托加工收回以后 在销售的同样适用于这一个规则 这里面你就需要把它跟卷烟的 这个核定范围来做一个对比 卷烟的这个核定范围是强调的是 是不是生产环节销售的所有牌号规格的 是不是卷烟都要来进行核定 而白酒呢 它仅仅只是针对这个价格 是对外销售价格70%以下的 这是第一个核定范围的问题 第二个核定主体 核定主体呢 我们的要求是白酒生产企业是不是自行申报 税务机关来进行核定 具体的来讲 我们白酒的这一个消费税的最练继续价格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 这个税务局来进行这个核定的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 第三个呢 核定的方法 核定方法呢 分两种啊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说白酒生产企业 销售给销售单位的白酒 生产企业消费税继续价格 为对外销售价格70%以上的 那我们税务机关就暂不核定 而如果是低于了这个70%的 是在70%以下的消费税最低继续价格 由税务机关核定 核定的比例统一确定为这一个60% 比如我刚才给大家画的这个图 那你直接卖出去一千 我通过关联公司卖出去一千 而我卖给关联公司的 比如你是200 那你是200 是不是就低于了这一个70%以下 对不对 低于70%以下 那我税务机关就要给你核定 最低是多少 最低你只能够买600 买600 这是我们的核定方法 然后第三个呢 计算公式 这个计算公式呢 是当月该品牌规格白酒消费税续价格 等于该品牌规格白酒销售单位 上月平均销售价格乘以核定比例 所以是上月的价格来乘以核定比例 那这里的核定比例不就是60%吗 然后第四一个方面 第五一个方面 还要注意是不是重新核定 重新核定是销售单位 对外销售价格 持续上涨或者下降的时间 达到三个月以上的 累计上涨或者下降的幅度 在20%以上的白酒 税务机关重新核定 所以是两个要求 第一时间是三个月以上 然后第二呢 是比例20% 而我们核定了最低的计税价格以后 它适用的规则是什么 如果生产企业实际销售价格高于消费税 最低计税价格的 按实际销售价格申报纳税 那如果是低于的 那就按照是最低的计税价格来申报纳税 就不是按照你实际的销售价格了 而是我给你核定的 是不是这样一个价格 它的基本的逻辑就这样的 你比如第一种情况 我生产企业卖给销售单位 是50元一斤 然后呢 销售单位卖出去100元一斤 那我们假定核定的计税价格 是60元每一斤 那100乘以60% 就是60元 60元你这个50是不是低于到60 低于60怎么办 低于60 那你就直接按照60元来刷消费税 那也可能比如说第二种情况 我生产企业卖给销售单位是75元 75元每一斤的话 然后呢 我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是60元 那你缴纳消费税按多少 你缴纳消费税直接就按照 是不是75 那销售单位卖出去100元一斤 那这是两种情况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实际的工作 实际当中理论上讲 如果存在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 理论上讲 有可能出现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计税依据不一致 那比如我们讲的情形一这种情况 情形一这种情况 那我们这里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 仅仅针对的是什么 仅仅针对的是消费税 所以就可能出现消费税是按照60元为基数来算 而我们的增值税是按照50元来计算 这是我们理论上是存在的 是有这种可能的 但是在实践当中 一般不会有差别 因为你不会这么傻 你不会去定一个50元美金 那如果给你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 是60元一斤的话 那你实际上你生产企业销售给销售单位的 就按照60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理论和实际的差异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的这个税务机关 也会要求我们这些白酒生产企业 就是要求他申报增值税 申报消费税的计算依据 就是在这个环节要求一致 理论上可能不一致 但实际上是一致的 再比如我们情形二这种情况 在实践当中不会发生 你有这么傻吗 给你核定的最低计税价格是60 你偏偏要卖是不是75 你不知道就卖一个60不就完了吗 把利润放在哪里 放在我的销售单位的账上 就可以了 那这样你还可以降低是不是一个消费税 所以这就是理论跟实际的区别 然后第三个问题 关于制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计算的规律 我们纳税人通过制设的 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销售的资产因随消费品 应当按照门市部对外销售 或者销售数量计算 征收消费税 我觉得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跟我们前面不一样 前面讲卷烟的 核定计税价格的问题 前面讲的白酒核定计税价格的问题 都是指通过一个销售单位 那这个销售单位跟我的 这个生产企业是不是独立的 对吧 而我们这里讲的这个门市部是什么 是非独立的 就是我同样一个企业 我有是不是生产部门 我有是不是销售部门 我通过这个销售部门才对外销售 但始终我们是一个整体 对不对 于是就应该按什么 按照门市部对外的这个销售 或者销售数量 而不是说你内部 你生产部门跟门市部在接算的时候 你内部接算的这个金额或者数量 而应该是对外的这个金额 或者数量来计算缴纳消费税 而第四一个 第四一个问题 关于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是其他规定 这个其他规定是指什么 按照最高的销售价格 为依据来进计算 在我们消费税当中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规定 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投资入股和底藏债务等方面的 应税消费品 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 最高销售价格为依据计算消费税 那这是啥意思呢 因为我们如果是用于非货便资产交换 用于投资入股 用于这个底藏债务 那原则上这种情况是不是算适同销售 算适同销售的话 通常是不是应该用同类产品的 是不是平均价格为基础 是不是来计算增值税 来计算是不是消费税 但是在消费当中就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就是用于换底头的 他要求是最高销售价格 而且这个规定只适用于什么 只适用于消费税 啥意思呢 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两个方面 第一按最高价作为寄税依据 只适用于是不是消费税 然后增值税是按照是不是第二章的规定 可能出现增值税和消费税寄税依据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这里面啊 第一只适用于换底头 第二只适用于是不是消费税 比如我们以物易物 或者叫换取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料 那在增值税当中 我们要求是分别做购销处理 符合条件呢 是不是可以抵扣 而投资入股抵偿债务 我们走的是适同销售 那适同销售的话 用的是什么 本企业同类产品的是平均价格 但是消费税呢 它是同类因税消费品的最高 是不是销售价格 而且第二个只适用于换底头 其他的适同销售 你比如说涉及到赠送的 分配的等等 就像股东分配的等等 这些东西 它适用于一般的规则 而且增值税技术依据 与消费税技术依据是一致的 所以欧帅说 注意两个关键 第一只适用于换底头 第二只适用于消费税 就完了 比如这样的一个例子 某一个化妆品厂 为增值税一般纳存 2021年6月发生以下业务 8号的时候销售高档化妆品400箱 每箱不含税价6000元 15日销售同类化妆品500箱 每箱不含税价是6500 当月以200箱同类化妆品 与某公司换取高档精油 这个叫换取生产资料或者是生活资料 所以当月增值税的肖像怎么算 增值税的肖像就有 那你就用什么 是不是用平均价格来计算 所以是用6000乘以400 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6500乘以500 再加上6000乘以400 加6500乘以500 除以900乘以200 再乘以13% 等于897722.22元 这是我们增值税的这个肖像权 那大家看清楚了是怎么计算的 就是你卖的有售价的 有含有价格的 就直接按这个价格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一个换取什么高档精油的这一部分 用平均价格来作为它的这个基数 计算一句 但是我们消费税它不一样 消费税我们要用6000乘以400 这是我们8号的时候卖的 然后加上6500乘以500 这是15号卖的 那这两个哪一个价格高 然后8号的不含税价是6000 15号的不含税价是6500 所以我们另外的这200乡 就用什么 用最高的价格 用6500乘以200 然后把它加起来 乘以消费税税率15% 等于104万2500 所以大家这样就可以看到 在这种情况下 你增值税的肖像税额 计算一句 跟我们消费税的计算一句 涨的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题也可以改一下 我不是用于什么换取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 不是用于这个底藏债务 不是用于对外投资 假定就把它改成 当月以200箱同类化妆品 赠送给某一家公司 如果换成是赠送某一家公司 你想一想 这个题有什么不一样 增值税的肖像税要是不会变嘛 但是消费税 这里的这200箱 就应该用前面的是平均价格来算了 它就不一样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关于这一个特殊规定的第四个问题 计算一句 特殊规定当中的第五个问题 关于套装产品的这一个计算价格 那对于套装产品呢 我们在两个地方讲到 第一个呢 是关于这个税率的适用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是关于这个计算依据的问题 在前面我们讲税率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过这一个套装产品 我们的要求是 如果是组成成套的 这一个产品对外销售的 我们的税率适用的是最高的这一个税率 而我们这里的技术依据呢 那就应该以套装产品的销售为技术依据 来计算缴纳消费税 比如我一个套装产品 这个套装产品卖出去呢 比如是500块钱 我们假定其中应税消费品有300 然后其中呢 外购或者资产的非应税消费品呢 是200 既然你都已经组成了成套的 套装的这个产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去区分 其中有多少是什么 应税的消费品 其中有多少是非应税的 这一个产品 那我们直接就按照多少 直接就按照这个500来算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区分 不管是从税率也好 还是从我们的 这个技术依据也好 要区分这个奸银和套装的区别在哪里 那我们奸银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是能够分开 是不是就分开 不能分开 那我们才是用的是最高的税率 那同样的你比如说 我这个企业既销售应税消费品 也销售非应税消费品 那当然你就仅仅只是针对什么 应税消费品这一部分缴纳消费税 这是我们奸银 而我们的这个套装产品啊 不管是技术依据也好 还是我们的税率也好 都假定是直接算成了 是应税消费品的价格 同时税率也用的是这个最高的税率 大家要注意区分一下啊 就是套装与兼银的区别 然后在技术依据的特殊规定当中的 第六个问题 那我们消费税当中啊 技术价格的这一个核定的权限 我们目前的要求是 像这一个卷烟 以及这一个小汽车 它的最低的技术价格核定权限 是在国家税务总局 有国家税务总局核定 然后呢报这一个财政务备案 那我们其他的这个应税消费品呢 比如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白酒啊 这个白酒呢 它的核定呢 是由咱们这个省级税务局 来进行这个核定的 而进口的应税消费品 那凡是涉及到进口的 不管是这个关税也好 还是增值税也好 还是消费税也好 它的增管是不是都是归谁的 归海关的 所以像进口应税消费品 你核定这个计税价格呢 就由咱们这个海关来进行核定 这是我们整个计税依据的内容 也就讲完了 接下来同学们 我们开始学习第五节 关于应那时候计算的一般的规定 那一般的规定呢 我们消费税的计税方法 是三种计税方法嘛 一个是从价定率 一个是从量定额 然后还有一个符合计税 其实你只要把这个税率学会了 那你的计算自然就清楚了 那如果是从价定率的 那你的应那说 就等于你的销售 是乘以比例税率 这里的这个销售是不含税价格 我们所谓的不含税是什么 是指不包含是增值税 但是你一定注意 消费税它是价内税 那消费税一定是包含在 这个销售当中的 这是第一种方法 然后第二种方法呢 那我们重量定额的 重量定额的不就三个吗 啤酒黄酒是不是成品有 那他的应那说就等于销售数量 乘以是不是定额税率 或者叫乘以这个单位税额 然后第三个呢 是符合计税的 那符合计税的 我们不外乎就两个 第一个是白酒 然后第二个是卷盐 特别注意 这个卷盐在生产环节 是符合计税 在批发环节也是符合计税的 那既然是符合计税的 你的应那说不就是两个加起来吗 用你的销售额乘以比例税率 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销售数量 来乘以这个定额税率 那具体的来看一下三种计算的 这一个方法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给大家讲 第一个比如从价定律的 某一个手表厂为增值税的一般大使 2022年4月生产销售X型手表300只 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是360万 生产销售Y型手表500只 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是80万 销售手表配件 取得不含税这个销售收入1.2万 不考虑是其他因素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通过讲 以前年度考题的方法 是不是已经给大家讲过 我们强调的就是你要去判断 他的这个消费税的是不是增税范围 因为高档手表要一个W以上的 是不是才算这个高档手表 那我们要求算两个东西 第一个他的消费税 第二个算一算 他的这个增值税的销售需要 那我们首先X型手表 我们用360万除以300只 然后呢 他的单价是不是相当就是12000 那如果12000超过了1万 你要缴纳消费税 这个Y型手表呢 你用80万除以这一个500只 是小于是不是1万的 所以他不需要缴纳 是不是消费税 但是呢 这个手表配件本身就不属于 是不是消费税的 是增税范围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仅仅只是针对X型手表 也就是这360万来计算 是不是消费税 所以你应当缴纳的消费税呢 是360万乘以20%等于72万 Y型手表 Y型手表不需要缴纳消费税 有点有点歪 对吧 然后呢 手表配件本身不属于消费税的 增值范围 所以你记住啊 消费税只针对这360万加 但是如果这个考题当中 同时要求你计算缴纳 增值税的话 你要记住了 那所有的这些货物 是不是都应该缴纳 是不是增值税 所以呢 你要用360加80加1.2 这个80就是我们Y型手表的 这个1.2就是咱们手表配件的 然后它是需要缴纳增值税的 然后乘以13%等于57.356 那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想更加清楚的给大家说明白了 这个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这个关系 增值税范围的关系 增值税是对所有的这个有形动场 这种货物是不是都要增税 而消费税呢 仅仅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 属于消费税列举的这个增税范围的 才需要缴纳消费税 这是第一个 从价定律 然后第二个呢 是重量定额 那重量定额呢 我们就是讲啤酒黄酒 是不是这一个成品油嘛 而其中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啤酒的问题 因为啤酒你要分成是不是甲类 要分成乙类 某一个啤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2022年8月销售啤酒100吨 然后每一吨的这个出厂价格呢 是2900不含增值税 另外呢 收取非重复使用的这个包装物压金呢 是这个226元每一吨 前面我们讲这个压金的问题的时候 讲到第一个 如果是这一个啤酒的话 我们收取的压金要把它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价格当中来算 来算它到底是适用的 单位说是250还是220的问题 第二个放进去的时候 要注意将含税价是不是转换成 这个不含税价 对不对 然后第三我们是不是还要剔除 剔除是不是重复使用的 这个塑料周转箱的这个压金 要把这个剔除掉 那我们这个例子当中呢 收取的是非重复使用的包装物压金226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226是把它给加进去 来进行判断 而我们加的时候怎么加 用这个2900是加上226 但这个226呢 要除以1加43%啊 算出来是3100 那3100呢 你大于了3000 大于3000就是甲类啤酒 甲类啤酒你的单位数要是多少 就是250 所以他的这个消费税 那要等于销售数量乘以定额税率 也就是100吨 然后乘以250 那就应该是215000元 这是第一个消费税啊 然后第二个 那我们再算增值税的销项数要的时候 就直接用这个100乘以2900 再乘以13%等于37700 大家注意了啊 我们在算增值税销项的时候 你发现没有把那个226是不是给拉进来 对不对 因为这个226如果要征收增值税的话 在哪一个环节 在哪个时点 就是你逾期的这个时点 或者是说你收取的时间超过12个月的这个时点啊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重量定额的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 就涉及到是不是符合计算 那符合计算不就是白酒是不是卷颜吗 我们这里举一个白酒的例子来给大家讲啊 某白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2022年5月销售白酒呢是100吨 当月取得不含增值税销售是1480万 另外收取包装押金呢是23.6 我们同样来算这一个消费税来算这一个增值税 那消费税呢 白酒是不是属于最特殊的 白酒呢 你收取的包装押金 直接就要把它并入到销售当中是不是增值税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啊 首先第一个消费税 那就应该用这个1480要把这个23.6是不是加进去 再加的时候 同样注意含税与不含税的这个换算啊 不管是消费税也好 增值税也好 都要这样换算 然后第二个你要注意 它还是重量定额的 那重量定额的 我们这一个白酒呢 是五毛钱是不是一斤 0.5元每一斤啊 每一斤 所以我们在计算消费税的时候 该纠缠五月份应当缴纳消费税 首先要用100是不是乘以这一个2000 为什么乘以2000啊 因为一斤等于多少 一斤等于1000千克啊 1000千克 那就等于2000斤啊 2000斤 我每一年讲课的时候呢 都要提醒咱们云南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啊 云南的同学 因为我们平常讲的这个金啊 都讲讲的是什么 是公斤啊 而且云南还有一种说法 是不是叫公粮 叫公粮 所以要注意一下啊 要100斤是不是乘以2000斤 然后再乘以0.5啊 乘以0.5 这个是我们的单位数 由于我们的计算单位是万元 所以呢 我们把它除以是不是一万 统一这个单位啊 然后再加上多少呢 再加上1480万 要加上23.6 除以一加13% 就是要把包装物的押金 把它给加进去啊 同时以不含税的价格加进去 然后再乘以20% 然后就等于310万 这是咱们的这个消费税 那我们增值税的计算依据 和消费税的计算依据呢 是一致的啊 是一致的 那增值税的消息数 就等于直接用1480万 然后加上23.6 除以一加13% 括号 然后再来乘以13% 那就等于这个195万 所以我们啊 这个例子呢 就给大家说明了 符合计算应该怎么算 同时还特别给大家强调 这个白酒的押金 是比较特殊的 白酒的押金 只要求是在收取的时候 就把它给算进去啊 这是一般的这个销售 这一般的这个销售 是一般的 这一般的销售 是一般的 这一般的销售 是一般的销售